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在印染工人眼里,黑色有四十多种,而在我看来,黑色就是黑色,其实这就是专注的力量,当你专注一件事情,你就一定会做出让人吃惊的成绩来。 就像我们身边,有的人做事专注到了极致,很好地完成了工作,获得了上司的嘉奖,也有的人则三心二意,不但很难集中精神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被领导一顿批评。 有人说,上天给了你无限的机会,却只给了你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所以越是优秀,越有尊重。 想做成一件事,就要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把它做得越强越好,这是你未来成功的基础。 1.高手制作一件事 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七十多岁时,仍专注服务用户,做出最美味的寿司,是一种对美食艺术的执着追求。 在他86岁那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 如果你认真去观察,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哪一行的高手,都是非常专注的人。 他们把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某一方面,不断深耕,不断精进自己,进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乃至大师。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高手,你就要培养自己的专注的能力,专注于仪式,用一生去做好它。 专注于仪式,不断重复,做到极致,奇迹就会发生。 就像丁磊在《相信热爱的力量》里说的,像个傻瓜一样,为一件事坚持,为一个念头疯狂。 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想要的答案。 人对一生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很不简单了。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有些人就喜欢贪多,结果分散注意力,什么事也没做好。 听说过,一万小时定律,它讲的就是专注的力量。 专注仪式,不断重复,做到极致,然后奇迹就发生了。 道理很简单,但真正做到不是那么的容易。 你得静得下心,忍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 能忍受枯燥无味的重复,懂得聚焦,且不断努力,不断坚持,才可以做到。 如果你能够保持专注,用心去做好一件事,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看那些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锻炼,重复一套动作,拼尽全力,做到极致, 才有了奥运会上那精彩夺目的瞬间。 真正的高手不求多,但求精,不求散,但求专,他们会集中精力,聚焦于一件事上面, 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去做好它,直到自己的极限。 道圣和夫说,各行各业所谓的名人,高手,他们在达到这个竞技之前,无不踏实努力,自自以求。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会自以为是的开启多任务行动模式。 在吃饭的时候看新闻,在上厕所的时候捧着一本书,在运动的时候还不忘听音频课程。 这种看似提高效率的举动,实则没有把任何一件事情做好。 分心是最客人的陷阱,而缺乏足够的专注力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他的专注力。 当你能够专注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你就更能够释放自己的焦虑,从而获得更多的精力去面对新的问题。 当你特别专注地做一件目标明确,而又有挑战的事情,而你的能力恰好能接住这个挑战,你可能会进入一种状态。 这时候,你专注于正在做的那件事情,你的感觉非常敏锐,能够捕捉到所有与当下这件事情相关的所有信息。 不管工作多复杂,你都毫不费力。 意思是说,总想着要用有限的时间做更多的事,却总是顾此失彼,到头来一事无成。 事实上,专心做好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远胜过,把一万件事做到平庸。 我们不能专注于正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外界有太多的诱惑,更重要的一面是我们的欲望太多。 很多时候,安排的事情和计划太多了,从而造成你在做事的时候心神不宁,很难做到信无旁骛。 相传,有人向一位传师请教修行的法门,传师搭他,鸡来吃饭,困来面。 那人感到很奇怪,说,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呀,难道他们和你一样用功? 禅师答道,不,他们吃饭时放不下工作,睡觉时又想着赚钱。 而我,吃饭便是吃饭,睡觉便是睡觉,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明明眼前就只有吃饭这一件事,心却不能安宁。 因为心成天忙碌着,哪怕在做一件小事的时候,心也顶不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又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 事实上心,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专注地做好少数那几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在积累你的马太效益。 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好的会变得越好。 因为在做好了那几件事情之后,你获得的会是最大的回报。 而那几件重要事情的成功,也会给你人生带来全面的提升。 这其实就是马太效益,形成了人生的一个正循环。 它不仅可以收获更多的关注,也必然会提升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品质。 我们一生中大部分的经历都应该只放在那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上。 三,如何才能专注? 孙上春树在书里说,跑步为什么? 为了专注力,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有限才能,专注到必要的一点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无法达成。 专注就是具有匠人精神,不忘初心。 要做到战略上的专注和战术上的精益求精。 不仅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当下,而且长期的盯锐监视来做,一直把事情做到极致。 我们该如何做到专注呢? 专注于一件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心力、精力。 保持充足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是大前提。 保持适当的体育锻炼和充足的睡眠,是保证你日常专注的一个必要条件。 专注是极好精力的,所以当你专注了一段时间之后,总是需要休息一下,重新继续专注你。 在老已结合之下,我们的专注才会发挥最大的效应。 给你创造最大的价值,心瘫便无法专注。 没有目标只会瞎忙,克制贪婪,制定精准目标,对自己的未来有个清晰的规划,才能更好的专注于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事能随随便便成功,要成为高手,必须长期专注某件事。 如果缺乏自制力,面对困难无法克服,一直动摇,就会变得心浮气躁。 都说,宁静致远,心不静,置不定,无意,成大事。 提高自制力,坚定意志,克服困难,保持心静,才能做好一件事。 专注力本身就是考验意志力,很容易被分散。 当我们没有把专注力放在当下所做的事情上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通过及时把换散的注意力调整回来,重新专注于正在做的事情上。 大脑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只有一次专注一件事,才能在充满干扰的世界,不浪费人生。 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能分心的东西都屏蔽掉。 眼不见为镜,特别是手机,你最好不要让它出现在你的视野范围内。 一个人很难同时专注于两件事情上,所以,想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专注力, 就要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事情分配到每个小时,每次只做一件事情, 并且为这件事情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样不论是工作还是决策,或者是跟朋友相处, 你都能够全心投入,最后真正地把这件事情做好。 如果能将一件事持续行动一千天,也就是三年左右, 那么,成果和改变会较为明显。 达到这一点,就已经超越大部分的人。 当你无比专注地去做某件事时, 效果就会显而易见地好, 那些你想要的,渴望的,就会与你不细而遇。 当你无比专注地去付出,去投入时, 不经意间,你也会邂逅那个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